入東首播強烈寒流來襲 週三極凍被台灣跨年夜10度以下 賓州議員團體聲明指出 賓州認證選票超過投票數20萬 川普表示僅這個消息就足以讓賓州翻盤 共和黨議員提出訴訟要確保副總統彭斯 有權推翻選舉欺詐結果 北市跨年晚會管制區上限8萬人 將踩實名制入場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 請鎖定新唐人亞太晚間 8點新聞